为进一步保障陆路运输的共港物资稳定 香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全速推进在香港设立 非鲜活食品及其他货物集中接驳的安排 3月11日首次载货试运顺利完成 四个装载防疫抗疫物资的货柜 分别运抵位于葵青货柜码头 及屯门内核码头的临时货物接驳厂 过程十分畅顺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尹宗华 抵达葵青货柜码头进行视察 两地政府计划持续进行载货试运至本月底 以检视并调整集中接驳的各项具体安排 据悉 在香港进行的接驳安排 是应对特区疫情发展的临时措施 由内地司机直接运送货物到香港指定的接驳厂 与香港货车司机交接 以减低两地传播疫情的风险 确保陆路跨境运输畅顺 香港特区政府再次感谢中央 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深圳市人民政府 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共同探讨各项确保内地共港物资 供应稳定的措施 并表示 各政府部门将同心协力 与跨境货物业界及前线工作人员 支持配合 积极优化跨境运送物资的运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敬出发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